在之前呢,我们了解了绩效管理系统,它的整个的知识 了解了绩效管理的这种概念,它的核心的内容,以及它和其他这种人力资源活动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在第二小节呢,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绩效管理的目的和标准 就是绩效管理它究竟是为了什么?它有哪些标准? 就是我们什么是好的绩效管理,我们学这个一定要先要了解什么是好的 因为我们做呢,是一定要做的好的,所以了解这个它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在刚才的一张图里面呢,我们已经比较明确的表达了绩效管理的它的作用 就是这张图,它其实给其他的这些活动呢,是相关的 比如基地体系,培训,聘认,评价,薪酬,福利,岗位说明,人员的这种聘认或者解雇 都是给它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它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呢? 我们来看这几句话 第一个呢,首先呢,我们是它的目的第一呢 就是要了解这种员工,他的工作的实施的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我刚才举的最开篇的例子 就是有些员工或者大多数我们自己是不了解我们工作做的究竟怎么样 这时候呢,实际上需要我们组织或者企业为员工提供一些帮助 让我们了解我们做的究竟怎么样 或者客观的了解我们做的怎么样 这就是技巧管理的第一个目的 通过这个呢,我们就马上知道我做的究竟怎么样 离我承诺的这个目标有多远 我在整个这个团队中或者企业中 我的表现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我的水平是怎么样 大家有经验的人呢,有个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 我的成绩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是通过排名来实现 我在办理是前十,前五,第一等等 我就马上知道我的技巧怎么样 所以呢,这是技巧管理的第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就是了解工作实施 肯定就有一个好或者不好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不足 就是我究竟我哪里做的不符合组织的要求 哪里自己还觉得不满意 那么通过这种外部客观的评价呢 就会帮助员工发现自己的不足 可能我发现,这个我的技术研发呢 做的不是太好 可能哪一块做的不好 我通过这个改进以后呢 我可能在下一次的工作中呢,会做的更好 实际上我们自己职业的发展呢,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我们有了这个绩效的评价以后呢 就是通过找到自己的优劣势 好的地方和不足之处 从而呢,更好的这种提高 人呢,提高是,其实是个很简单的过程 但是要知道自己不足的地方 实际上有时候是个非常难的过程 我们往往呢,很容易看出别人的问题 往往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社会的或者人的这种基本情况 所以计较管理在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块 就是通过这种计较管理呢 我们发现,有些员工做的很好 有些员工做的不是太好 那我们在人才选拔的时候呢 一定需要选拔那些这个计较 或者在现就在做的非常好的人 那么这无意中呢,又是计较管理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我们发现高低这种计较不同的这种员工 从而呢,为这种激励提供要根据 就是我到底奖励谁,不奖励谁 提拔谁,不提拔谁等等 这个计较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它代表了员工过往的这种工作表现 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员工的这种计较表现 就可以为我们的这种人事决策 提供一些技术的资料 根据员工的这种表现的情况 我们招聘应该怎么招 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 招那些有可能有更好绩效的人 那我们的奖励制度怎么制定 我们的福利怎么制定 可能很多呢,都是从计较管理的结果里面演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计较管理的四大作用 或者是四大目的 那么我给大家出,依据这个呢 出几个思考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自己的绩效的表现 大家说我就愣着头就干就不就完了吗 或者努力把工作做好不就完了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自己的这种工作表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思考的问题 那么请同学们呢,就是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表现 你可以不联想你在企业里面的表现 因为很多同学还没有参加工作 那么就想想你在日常的生活中 为什么需要知道我们的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 企业呢,会给你一个对你工作绩效的这种评价 那么请你思考 就是这个评价和你自己认为 你的绩效表现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出入 准确不准确 能不能真实代表你的这种绩效 考核的这种水平 能或者不能 你回答一下 然后再思考一下 就是你身边的人 你团队里面的你的同事 他们是不是也有这种相同的感觉 发现这个企业考核 我们的都不准乱七八糟 或者是考核的我们很准 把每个人的这种优缺点 他的绩效呢 很公平 很科学 很客观的表达出来 那么我想让大家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你可以思考 我们的绩效评价体系 我们的绩效管理体系 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这些呢 都有助于我们来了解绩效管理的这种目的 那个这个呢 所展示的 是我们绩效管理在人事决策中的一些作用 你比如报酬 它在我们绩效管理呢 在报酬的制定中 起到85.6%的这种作用 绩效反馈65.1% 培训64.3% 提升45.3%等等 最差的可能就是这个 最低的就是这种研究 可能用的比较少一点 但是在其他来看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得 依据绩效管理的结果 就是对这种员工团队组织 他的绩效表现 这种评价的结果 来制定这些人士的决策 我们究竟该给谁报酬高 谁报酬低 究竟该给多少报酬 这个绩效反馈呢 给员工告诉他 你哪里做的好 哪里做的不好 培训 我们根据这个绩效 来知道这个员工哪里不足 给他提醒培训的这种习惯 这种相应的这种教育 提升也一样的 表现好的 我们怎么来帮他这种提拔 或者更好的让他发展 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绩效管理 在我们人力资源管理中 和企业管理中 所发挥的一些重要的作用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再来讲 这个绩效考核的标准 很重要 这个绩效管理很重要 对我们企业呢 对个人 对团队 对组织来说都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于这儿 就是我们有效的绩效管理的 实际上呢 在这种企业里面呢 这种好的并不是太多 无效的企业 企业的绩效评价标准 反而充斥着 在我们企业管理 和人力资源管理中 那么有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呢 大约有三成到五成的员工 认为企业的绩效评价是无效的 那么这里面呢 就回到我所要思考的 让大家思考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的企业制定的这种 绩效管理 或者绩效评价的标准 所得到的最终的结果 是不是真的能代表 你真实的这种表现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很难评 很多企业呢 其实这一块做的不是太好 因此呢 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三成到五成的这种员工 认为企业的绩效管理的系统 是无效的 就是一种无效的这种制度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 为什么还要学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值得思考了 我觉得 给我们撞了一点 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有机会 从事绩效管理 甚至是你将来 又从事当企业CEO的这种工作 那么一定要把这个 绩效管理做好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想把它做得精确 又非常非常难 这是对你个人的这种智慧 对你个人这种管理支持 你的这种个人管理经验的 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相应呢 我们在我们的知识领域 和研究的领域呢 或者在我们的逻辑里面 是有一套比较好的 绩效管理的这种系统的标准 你比方说战略一致性 我们从最初的那张图 就可以看出 我们绩效管理的最终目标呢 是为了让员工的 团队的 组织的绩效 和他的行为 符合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 往往是 企业的战略呢 是一回事 我们制定的这个绩效的标准呢 又是另一回事 就比方说 我们这种国家政府的战略呢 是要求政府能够为老百姓服务 真心的提高他的这种服务质量 但是呢 我们所制定的这种绩效考核的标准呢 考核的是政府的GDP 那大家知道 你这个GDP水平高 不一定代表你对老百姓服务的这个质量就高 这两个关系不大 所以呢 这就出现了 这种绩效管理系统和战略目标的这种不匹配 这种不一致呢 就带来一种无效 明明是指东 你非要打西 这就是原因所在 客观上来讲呢 绩效呢 它应该是这种指挥棒 我应该指哪咋哪 我告诉你 我要考核你论文多 你就该多发论文 我考核你这种教学水平高 你就要好好的这种教学 但实际上 由于这种战略目标不一致呢 导致了 我们这个绩效管理的体系呢 是失效的 第二个 就是准确性 一定要准确 比方说 一个员工A 他的表现呢 在很多人看来 客观的评价 他应该是90分 但是我们这个企业呢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绩效考评 发现他只得了70分或者60分 那么这个呢 这个A呢 肯定是不会服的 到底我哪做的不好 我明明是很权力的在做 是个优秀的员工 我的绩效 我的结果都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得到 这么不高的这种评价 那么他的准确性呢 是值得考核的 第三个 可靠性 可靠性呢 一般我们叫做这种 效度或者信度 一般我们叫做 效度的可能更多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内容 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 这个分数能够代表 这个员工真实的计较表现 那么他 在这个一个时间段测的 和下一个时间段测的 是不是一致 或者是换不同的员工来测 是不是都有效 这些都是我们绩效管理的这种 他的标准的体现 准确性和可靠性怎么样 如果你制定了一个 绩效管理的这种标准 大家测出来 第一不准 第二呢 这个随着时间不同 老变动 那么这个绩效管理的这种系统呢 肯定是失效 那么你本身设计这个工具 就出了问题 第三呢 就是可接受性 这个评价出来以后呢 到底能不能代表这种员工 真实的水平 员工能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那么就是他是一个可接受性 最后呢 是明确性 就是一定是可以量化的 或者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的 好 不好 量 及格 等等 一定是非常明确的 如果很暧昧 就是说 很不明确 那么你这个绩效管理的这种系统 也是失效的 评论以后呢 这个员工 不知道究竟自己做的好 那么你这个绩效管理系统呢 毫无疑问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本讲第二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各位同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